新北市的新店区在今天凌晨一点多 光明街上的水沟发出了浓浓的瓦斯味 附近的民众纷纷打依旧报警 而警销货报之后赶到现场来处理 警销封锁大约50公尺的街道 并且有消防车洒水来稀释浓度 现场研判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因此不需要疏散民众 现场有瓦斯公司人员进行开挖 排除状况也更换管线 半夜瓦斯外泄让附近民众吓了一大跳 所幸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意外